第246集 这个校长虽然表面上说配合我们的工作 但实际上一直都没有说一些有用的讯息 所以我决定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他还是不肯正面提供有效讯息 基本上就可以放弃在他这里得到线索了 关于死者,你觉得有什么异常吗? 我问他,怕他不理解我的意思 我补充了一句 就是那种特殊的社会交往 或者他们在死之前 和什么人有发生过冲突 这个我还真是不清楚 你可以去问问学生会的主席 那好吧,告辞 我确定这里是没有什么有用的讯息 之后我直接起床准备离开 校长都没有挽留我 客气地把我送出门 看着阔落的校园 我觉得没什么头緒 于是就打个电话给矮仔 奇怪的是 我听到他那边隐样有女孩在笑的声 你那边怎么样? 我已经找到了学生会的会长 你要不要过来找我? 矮仔那边很吵 好像有很多女孩似的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唉,这小小小小小 无论什么时候都感受女孩欢迎 我跟他说 我们分开调查吧 你去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 我去其他地方看看 就这样说了 矮仔说了一声就吸了电话 我一直沿着学校的小路走着 一直在思考 空手呢 是对红色高跟鞋 又特殊癖好的人 行下行下 我突然抬头一看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宿舍区 这一栋学校的宿舍都非常有趣 男生的宿舍不是单独的一栋楼 而是某一栋女生宿舍的一栋楼 而且进了楼我才发现 就算只有一层的一半 都还有不少宿舍未住门 宿管望了我一眼 你不是这里的学生吗? 哦,不是,我是警察 我拿出自己的证件 让他望了一下 我问他 你知不知道关于 最近发生几宗洒案的消息 宿管拿着我警官正望了一会儿 给我,神情微妙地说 这宗案,你们查成什么? 我有点奇怪 听他的语气 好像批准这宗案破不了一样 我笑着问他 阿姨 你的语气好像在这里说 我们破不了一宗案那样 不是吗? 阿姨很直白地说 我个儿子 就是当地派出所的 他说这宗案 不用查 也没有办法查 我更加好奇了 我问他 什么意思? 阿姨周围望了一眼 鬼鬼祟祟地说 因为呢 这宗案 根本不是人造的 你们可能对你 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跟你说 这宗案 多么神神化化 阿姨好像开了闸的水喉一样 拉着我滔滔不绝地聊起来 第一宗案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 那个人死的位置 是当时公务的南门 那些警察呢 里里外外地查了好几人 什么都查不到 于是呢 就决定蹲在那儿 沿着那条街 设了好几个点 但是呢 就什么都没发现 一直蹲了好几人 那些人觉得 可能空手是发现了些什么 已经吓得走了佬了 于是那些警察呢 就撤退了 但是呢 就一直都留下 一两个人的小队 在那里巡邏 第二宗案发生的时候 刚好呢 我个儿子都在那里巡邏着 那一晚呢 那些灯都特别黑的 他跟那些队友走啊走啊 差不多到半夜 十二点多的时候呢 就觉得不妥了 总是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他们 但是每次回头看的时候呢 就什么都没有啊 我拿出一支烟 好无奈地说 是不是错觉啊 喂 这里不可以吃烟的 阿姨拍了一下我说 好大我个儿子都是警察啦 虽然有点客人 但北京两个人一起巡邏的嘛 都不是太害怕的 但是呢 那种被人跟着的感觉啊 一直都在那儿啊 那条街呢 明明他们第一次走过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发现的 但是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 那些味道就不同了了 我个儿子的鼻子啊 好靓的 他说 闻到一阵血腥味 那呢 他们就顺着那些血腥味 两个人找到条行里面 那个时候啊 第二个受害人已经死了啦 趴在地下 血腥了整地都是呀 现场呢 又什么都没有发现啊 嘶 那就奇了 我周着眉头说 就算是两个人看漏了 但是既然刚刚遇害 为什么都没有听到受害人的叫声呢 是啊 我个儿子也是这么说的 阿姨看着我 好像看着自己那样啊 他说 好不符合常理的 如果有人突然间襲击你啊 那你第一反应 肯定是喊的啦 但是这么安静的街道 两个人什么声都没有听到 有没有可能啊 你说 人啊 我不是做到这样的事情啊 嘶 的确也是啊 我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说 那是怎么解呢 要我说呢 查什么东西查啊 不如找个导幸高的导师来看看 阿姨开始宣扬她的封建迷信 我呢 询得个大师的 不如介绍给你啊 我苦笑着摆了阿守华 哎呀 不用了 如果我整个导师回警局 我这个警察不用了 本集就说到这里了 多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关注点赞留言给我 我会一一回复的 多谢你的支持啊 你现在听着的是 最凶档案 第247集 阿姨有点傻慶 自己一个人去到傻地 我一个转身入了男生宿舍 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意味涌入鼻壳 这个是男生宿舍特有的 脚臭和各种饭食的味道 混在一起之后 特殊的产物 有些宿舍呢 门都无关 里面有些男生 在那儿睡着觉 或者打着游戏 看到我有点惊讶 但一瞬间 注意力又回回自己的电脑上边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心想啊 这些学生以后就是教育人才了 感觉有点微妙 终于 来到一间门前比较干净的宿舍 抬头一望 一二一 门上边还贴着一张纸子 上面写着 中午午休 有事请敲门 我望了眼镖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应该不算是中午了 出于礼貌 我还是敲了下门 谁啊 一个男生叫 警察 有事想问问你们 稍等一下 里面的洞阵有点慌乱 但是很快就有人来开门了 这间宿舍的味道比外面好闻一点 但是还是有一种潮湿的棉胎的味 帮我开门的哥哥仔戴着副眼镜 有点紧张地望着我问 那个 请问你有什么事 不用紧张 我快来问几句说话 我们是嫌疑人吗 当然不是 眼前的哥哥仔竟然令人觉得亲切 我尽可能地把警察的感觉收一收话 就是你问几个问题 那个哥哥仔松了一口气 很礼貌地笑着说 你问吧 有什么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 我打量了下间宿舍 只有他一个人看到 我好奇地问他 咦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 他们有货 他就想货了 是你逃货吧 我看着他笑着说 哼 我说得对不对 他哥哥仔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哈哈 今天下午是音乐课 我不是很想去上 反正钢琴都挂科了 我点了下头 不在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 我拿出自己的笔记宝文 你知不知道 最近发生的空散案的消息 那个哥哥仔点了下头 有点害怕地说 大家都知道 现在没说女孩子了 我们难的都很少马上出门 那你知不知道学校暗窗的事 大概知道一些 有学长去干顾过他们 收费听过不是很高 好像是四百一晚 终于见到一个 可以直接讲这些问题的人了 我看着这个哥哥仔 有点不好意思的表情 若有所思在想着 那可不可以详细讲下暗窗的事 我看着那个哥哥仔说 哦 好的 他拦了一下眼镜 我其实知道也不多 是出了一时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那几个人是做这个的 你知不知道他们之中的哪一个 最近去世那个女孩子叫赵晓 他有点不可思议地说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 瞇着眼问他 那平时你这个同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没什么特别的 哥哥仔皱着眉头在回忆 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突然间有钱了 不是一开始就有钱 大概是一年左右吧 手机都换买 衣服又变多了 我在北记簿上面记下这个时间 应该就是照晓入行的时间了 我一直在簿上面写一路问 他有没有和哪个关系不是那么好 有的 哥哥仔肯定这么说 女孩子一多就容易出现小团体 照晓就是其中一个头头 和其他宿舍的女生关系都有一点紧张 我亲眼看到 他是上火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子坐起身来 因为什么事呢 具体的我都不知道 全班就我一个男的 我都不愿意惹麻烦 所以了解得不多 我看着他惊讶地说 蛤? 你们班就只有你一个男孩啊? 是啊 哥哥仔拋了头 好不好意思地说 哇! 你真是幸福啊 我发自耐心真心地说 我看着艾笔记簿又问他 最近男生宿舍 有哪个的行为比较奇怪啊? 没有吧 和哥仔不是很确定地说 男孩子管得比较严格 你都看到了 成效我都是女孩子 虽然实际上这些女孩子比我们厉害很多 但是 我们还是被当成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那一部分体管住 嗯 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传闻呢? 那哥哥仔拋了头说 没有啊 我们的宿舍和外面的交往不够少 但是 他欲言又止 我抬头望着他说 你有什么想说就说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 他点了下头 低声说 我知道赵桥有一个男朋友 是我们的学长 在文体部里面做部长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觉得有点奇怪 我的脚步 好像对不上我的脚步声 就是我脚落下来之后 脚步声才响起 有人在跟踪我? 我突然回头 我突然回头 看到一对方张的眼 和一头亚麻色的长发 是夏天 我无语地看着他 你又干什么? 走路不行啊? 夏天很快地平静下来说 这条路又不是你家的 干什么? 不让人走吗? 本集就说到这里了 多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关注点赞留言给我 我会一一回复的 多谢你的支持啊 你在现在听的是 《追凶档案》 第249集 我拿出自己的警官证 让他看了下话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你有没有时间? 有的 刘毅点了下头 把声有点粗 进来吧 我跟了进去 刘毅看着我说 不用叫那个女孩进来吗? 不用了 我们秘密地谈一谈 办公室里面 还有两个女孩 听到这番说话 色趣地自己走出去 刘毅虎笑着说 我知道你们会找我 但没想到这么快 是 你是赵晓 也就是这次受害者的男朋友 是吗? 我拿出笔记簿 看着笔记簿问他 是的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大概是四个月之前 交往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的工作? 刘毅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他犹豫地说 知道 蛤? 也就是说 你知道他是个妓女的情况下 跟他交往? 嗯 刘毅不好意思地说 为什么? 他可以给我钱 刘毅拗了下头说 而且 他各方面的功夫很好 我认识了阿彭未 没有再仔细问下去 我换了个问题 潮晓有没有仇家? 没有 刘毅肯定地说 就算平时有关系不好 我都可以确定 肯定是没有那些 怨恨要杀人的仇人的 我按下头继续问他 他在被害之前 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刘毅仔细回忆了下话 没有 我看到他的眼睛 很迅速地向右边转了下 他在说大话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刘毅同学是吗? 如果 你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破案 给你女朋友一个公道 那我希望 你可以直接说实话 刘毅很紧张地说 我说的就是实话 我看着眼睛说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好好地想想 如果之后 让我们找到证据 证明你说大话 我们就会把你 列入嫌疑人的列表 我没有杀人 刘毅客气 他站起来大声地说 我示意他安静 安抚地说 我只是说了这种可能性 希望你可以说实话 刘毅喝了一口气 他拿出烟递递给我 我都没有客气 和他一起吃了起床 大概过了半支烟的功夫 他有点惭愧地说 几天前 他跟我说 他在借带一个奇怪的客户 你详细说一下 怎样奇怪 那个客户 有一些特殊的癖好 但是给他钱很多 赵晓有点怂了 去了一次 就不选去了 问我短算 当时我想买台手机 所以就 于是 你就让他去了 刘毅点了核桃 去了几次之后 少少就有点呆呆地 变得很奇怪 怎样奇怪 整个人反应有点迟钝 吃又吃不下 心情又不好 好像是中了邪一样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飘忽 好像照晓的鬼魂 就在这家屋里面 我看着刘毅 他的眼神充满了内疚 我可以理解 因为自己一时的贪欲 导致女朋友失去命 我安慰他说 现在你可以做的 就是配合警方 提供你知道的消息 尽快将兇手抓捕归岸 刘毅点了下头 很急切地说 你们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说 不用急 我笑着说 然后吃完手上的烟 慢慢地闻 你知不知道 关于赵晓最后一位客人的事 刘毅令了下头说 这种事情我们身之讨厌 但是一般都不讨厌 告诉你 这位客人 具体奇怪在哪里 他会给他吃一些奇怪的药 刘毅一直回忆 一路说 我当时有点害怕 以为赵晓 是不是都演上了毒癮 所以我就没有细问 有什么好害怕 我有点不理解 我是文体部的部长 刘毅理所当然地说 如果让那些人知道 我女朋友现上的毒癮 我这个部长的位置 那个都保不住了 我有点不愉快 看起身思思文文的刘毅 更关心的是他自己 而不是女朋友 我面无表情地继续问 赵晓过身之前 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没有 刘毅的眼神有些躲闪 那是谁把你女朋友 带入这一行的呢 我吸了下鼻子 平静地问他 是一位已经不二的学者 好像是叫冰冰吧 太具体的 我也不知道 我是在他做了这一行之后 才跟他交往的 刘毅坦白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 他们这些人 有个什么组织 我走在眉头问 据可靠善报称 这些暗窗 不是个人活动 而是经人介绍 有第三方组织 这个我有听过 刘毅点了下头 赵晓的客户 就是这个组织 替他安排的 听到这里 我心里面对这个组织 产生了浓厚的怀疑 你知不知道 这个组织的组织人 是谁 或者我可以去哪里 联提上这个组织 唉 刘毅探了一口气话 我可以提供给你联系方式 但是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说 是我说的 这些人 懂得不少社会上的流亡 你们可不可以保护我的安全 当然 我给了他们一个放心的眼神 他们不会知道 是你告诉我这些消息 本集就说到这里了 多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关注 点赞留言给我 我会一一回复的 多谢你的支持 你现在听的是 《追凶档案》 第250集 刘毅拎下头 虎笑着话 他们一定会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组织的头目 是学生会的人 刘毅严肃地说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的学校 已经这么乱了吗 我有点章顺章义地问 真是学生会的人 刘毅拎下头没有说 是真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组织就一直存在 在这个学校里面 而且组织头目 一直都是学生会里面的人 秋天的阳光 还是有点热的 但傍晚 太阳渐渐散去自己的热量 空气还微慢着被太阳 曝光之后的味道 我看着这所学校 心里面生起很多疑惑 这宗案 似乎并不简单 但夏天就是无忧无虑的 他在我身边跳来跳去 阿玛西的长发 随着他跳动不断在摇摆 在空中画出一道一道美丽的波罗 大叔呀 你笑一下啦 夏天看着我对眼画 我说 从刚才开始 你做一副浓浓不落的样子 问你做什么 你又不说 真是让人生气 我拿出一副烟 看着羊点照 半瞇着眼画 是答案的事 跟你没关 话说话 你一天都不用上货的 要呀 夏天点了下头 捏着你一条鱼 嘞 只不过 我不想去上 嘩 你都不怕被人开脱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放心啦 夏天自信地说 他们呀 开除不了我的 我都未来得及问为什么 矮仔突然串了出来 他看着我 又看着夏天 很狐疑地说 这个是谁 哦 我下面认识的一个人 我敷衍地解释 不想和在这个问题上 多做糾纤 喂 你那边进行成什么 矮仔看着一眼夏天 意思很明显 我轮转和夏天说 行了 自己去玩吧 矮仔在夏天面前 反而没那么跳脾 他看着我点了下头 好吧 那你没事记得来找我啊大叔 说完都不等我回答 就自己走了 矮仔看着他的背影 好像闻到八卦的气味 他曖昧地看着我说 你都挺久了 现在才几长时间了 就会认识新的女孩 可怜了许乐学妹啊 我没什么心情说笑了 我看着他问 你是不是已经和学生会的人接触过了 矮仔点了下头 唉 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你先说一下有什么发现 我觉得 这不只是一宗简单的杀人案 我摸着自己下巴伸生出来的梳华 这个学校里面 有些人成立了一个组织 然后 水那些合入学的女孩 参加他们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组织的嫌疑非常之大 矮仔有点疑惑 显然他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他有点难以置信地说 现在学校这么乱的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用力地吸了一口烟花 说一下你的发现吧 有一些传言 矮仔拿着一口朱古力 一路吃一路说 似乎 有人在刻意的善报一些流言飞语 为什么现在那些人那么喜欢 搞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来做掩护的呢 我有点无奈地说 因为这招好用 矮仔照着朱古力 有点含糊不清地说 最起码他可以不到一般人的事情 再加上一些媒体的炒作 不过人家会更加关注那些留言 而不是真相本身 嗯 又的确有点道理 我点了下头看着矮仔 你不要跟我说 你经常查出这些东西来 肯定还有其他的 矮仔瞇了我一眼 我觉得这个学校的校长有问题 这句话 冻中我心里的一些感觉 我扔了自己的嘴唇文 有什么证据 矮仔摸着下巴说 如果学校有这样一个组织 那校长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不觉得很奇怪吗 嗯 是有点奇怪 我点了下头认同 一般来说 就算普通的学生不知道 管理层都应该发现些端矮吧 或者校长 和这个组织有关系 矮仔给了我这样的猜测 但是 我们没有证据呢 我有点无奈 你应该知道 高校的校长是有级别的 不是我们想查就可以查到的 我们需要证据 矮仔反而很乐观 这种时候不可以的 证据 不是都是人云的吗 今天发现的已经够多了 我们差不多可以回警察局了 我觉得 去了学校那边的调查 应该都有结果了吧 我点了下头说 那走吧 回警察局先 不用30分钟 我们就回到警察局了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 许诺他们已经回来了 许诺见到我笑着问 今天收获是怎样的 我本能地想去拿支烟 但是想到了许诺在面前 就缩自己拿烟的手 摸着自己的鼻画 嗯 都算不错了 有了些进展 你们那边呢 许诺拿出自己的笔记簿说 我们今天一共逮捕了四个人 全部都是右手上有伤的附近社会人员 我点了下头问 已经开始审讯了 他们呢 都对自己的伤口进行了解释 许诺摸着自己的鼻画 有两个呢 是水果档的 他们说批水果那时 弄伤了手指喔 等等 我周眉眉头说 卖水果的人 会把自己右手的手指弄伤吗 本集就说到这里了 多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关注点赞留言给我 我会一一回复的 多谢你的支持呀 第251集 我们都可以画呀 许诺无奈地画 但经过查明 真的巧合得这么巧喔 两个都是左右 所以把右手弄伤 都无可后非呀 有没有不在场证据呀 嗯 有一个有 许诺点了下头说 其中一个呢 和自己的朋友喝酒啊 那晚酒场上边 一共有八个人都可以和他做证 那晚呢 他们喝得很晚的 没有时间作案的 那另外两个人是怎么弄伤的 有一个是汽车修理工来的 他说他的伤口呢 是被工厂的铁片刮伤的哦 这个可不可以证实呀 我小李去了一趟收车厂的 但是没有人目击到他被铁片刮伤的过程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是个厨师来的 我有点怪异的说 没有理由又是个左腰吧 自己弄伤的右手 许乐笑了 他说 哼 那又不是 这个呢 是和自己老婆打架那时弄伤的 老虎那 旁边的小李 心有如贵地说 那天我去的时候 说他男人的伤口 个个女人啊 一副要把我吃了的样子啊 说是他们的家事 憑什么把他男人捉起来 我很同情地看着小李问 后两个人 有没有不在场证明啊 那厨师有 哼娜看着我说 当晚呢 他被他老婆这么捉了 整晚都蹲在家啊 我点了一头啊 那就是说 现在警官里面 还留下两个嫌疑人啊 哼娜和小李对视一眼 很无奈地说 三个啊 三个啊 我有点疑惑 蹬大对眼问他 为何是三个啊 那厨师不愿意回家了 他说 有钱费要提供给我们啊 估计是被老婆吓到吧 我无奈地订了一头啊 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其他收获啊 比如 没有激症人 没有啊 许诺违陷地摇了下头 空手选择的位置呢 都很刁钻的 附近有没有监控器啊 我们沿着条街查了整天啦 都没有发现目击症人 唉 意料之中啊 我拍到许诺的肩膀 安慰她说 不要气馁啊 加大搜查力道 尋找空气 是 是 许诺和小李认了声 我们去看看认二人吧 矮仔有点急不可耐的问 我看着眼前 大概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说 你是不是有线索要告诉我们 是的 男人眼神朵闪 一看就很小胆那种 他迫速地坐在那裡 我安慰他说 不用紧张 我们这里是警局来的 你很安全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的线索呢 那男人吞了一口口水说 好的 他开始说起他的线索 他呢 是最封饭店的厨师 这间饭店在司法学校对面 因为手艺不错 所以生意比较好 工资都比较高 但由于后来发生了命案 出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大家宁愿在学校吃饭堂 都不想出校门 穿过那条死了人的街 所以这间饭店的生意 就越来越差 老板不甘心了 开始提供宵夜 所以这个男人 理所当然 每晚都要加班 这一点引起家族看妻的不满 之前的争吵 都是因为这件事 但他没理由不上班 整家人都指着这些钱开饭 所以这个男人尽管很害怕 但每晚都把店开到午夜再走 慢慢地有一个人引起了他注意 这个是一个有恐怖面容的男人 我看着对面惊恐的男人 我一直无奈地安慰他一路问 可不可以具体地说下 这个男人哪里恐怖 一看就是那种恶想 男人很紧张地大声说 他眼神里面 整天都是来瞎着一种威胁的目光 流着龙眉的酥 面上还有一道巴痕 那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我无奈地说 没理由因为人家生得僧灵 就是怀疑人家的 有…有其他值得怀疑的 男人好像在担心我不信一样 他马上说 几次案件发生的时候 他都会来我们店里吃一碗面 我神情认真了起床 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这个人的嫌疑的确是有的 我慢慢引导他 你具体说下是什么回事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男人 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他好像平时一样 一路瞎眼睡一路看店 普通的学生 我去找什么回事 我现在当你找到什么回事 我去到这个月 通过去 你等会有什么回事 反正隔 还在对他的失敗 好 就算了 我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